至于龙舌兰 她当然不需要美丽的女人 她甚至也不需要漂亮的风景 她只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 尤其是一个干净的 可供她清理身子的地方 她喜欢行走江湖 因为这样才自由自在 但任何事情都有利弊 自由自在也不例外 自由自在的结果是 往往把身子弄得很脏 却仍是没个清洗的地方 她可不是男的 男的无所谓 她可最最不能忍受脏 她怕脏 她发现一泊云吞 是个可以住可以睡 而且还有好吃的地方 自然喜不自胜 更欢心的是 这店子里居然还有衣物卖 那就太好了 她终于可以摆脱她身上这件 从出卖过她的人身上 写下来的披毡了 可是似她把披毡脱下来 要丢弃的时候 她却生起了一种 依依不舍的感觉 毕竟若是没有这件风毡 她就得一不必体地 在人前出丑多时了 所以她舍不得扔气 她请老板娘于是 把这毡子收藏了起来 她还特别塞给于是一些银子 尽管她身上原有的银子已失 但仍戴着些簪子 镯子的 且都非常值钱 总可以在村口的那又小又旧的银桩 换取好些银子 看到了银子 于是的眼都红了 她马上做了许多她该做的事 包括烧开水 给龙蛇兰和小颜洗个好澡 还特别弄一顿好吃的 以及不忘选几套衣服 让龙蛇兰更换 但孙青霞却向二女做出了警告 不要选花衣 色泽鲜明的也不可以 只能穿素色的衣服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逃亡 逃亡是不许人发现你 你若穿大红大金 还是坐着等任院 还是丑小姐的花轿吧 那我穿黑的 龙蛇兰说 我选白的 小颜说 不行 为什么 因为黑的在白天的一穿太险 白的大黑夜一穿太陆 咱们有时 咒服夜行 有时则夜服咒行 所以不能太白 也不可以过黑 那该穿什么 泥色的 树色的 叶色的 都行 听了这样的指示 龙蛇兰很满意 不过她还有一个感觉 更不满意 怎么我总是觉得 觉得什么 小颜问 而且她也微醋着眉 似也有些奇特的感觉 好像有 龙蛇兰很不容易 分辨出她的感觉来 好像有个什么东西 还是动物 一直在 秀秀秀的秀了过来 东西 孙青霞祈祷 动物 现在除了影子 谁也没跟上咱们 但反正就是有这样一种 稳稳秀秀的感觉 龙蛇兰依然坚持 而且 还愈来愈近呢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小颜一贯地支持龙蛇兰 孙青霞一不以为怪 更习以为常 我也觉得 好像有一只狗 还是一条蛇什么的 正在蜿蜒的 还是寻索什么似的 前了过来 孙青霞忽然正色道 我也嗅到点东西 小颜和龙蛇兰 都喜出望外 你终于也灵性一些了 我嗅到的是 孙青霞正经八急地说 那一泊云吞的香味 阎老板一定把云吞给煮好了 就在楼下 正在等我们去 笑的一声 只见一阵风一阵影 龙蛇兰已窜到房外去 林行还不忘拖着小颜 移到走 由于走得太快 太心急了 小颜只来得及 留下半声惊呼 还遗留下一只淡银色丝香的小小鞋儿 孙青霞看着那只给遗弃的鞋子 脸上似笑非笑 一泊云吞 果然名不虚传 它的馅香而滑 皮薄而嫩 热呼啦地喝着汤一口灌下去 只在口里唇齿香衣的几个打转 就孤溜地吞到肚子里去了 好一会儿才能体味出 它的香甜嫩滑来 但那也是回味阶段了 一泊云吞 果然皮薄 长支如同吞云吐物 但老板言尖却十分厚重 他的话说得又快又响又直 像一轮鞭炮 把自己炸的只剩下一地碎红 他很热情 但不大知道如何表达 他一急 鼻尖上就聚集了汗 他的眼眶前 有两块薄薄透明的镜片 也染上了两团雾气 看到他的两眼和鼻梁上 竟有铁丝架起了这两面 古怪的玻璃镜片 大家都觉得奇怪 龙舌兰问得很直接 掌柜的 你这两块的什么玩意儿 眼尖大声回答 这叫眼镜 龙舌兰不禁皱了皱眉头 总不会是用来装饰的吧 戴在脸上 特也爱眼带 眼尖大声道 当然不是 龙舌兰弃而不舍 那有什么用途 眼尖大声地道 我眼睛不好 远得看不到 只能看近的 到了近年 连指尖那么大的字 三尺开外便瞧不见了 得要摆到鼻尖前才看见 至于拳头 则要打断笔梁 才发觉了 后来戴上这眼镜 七八丈外 黄皮鸟啄虫子 我还能一眼看出 是啥子虫呢 龙舌兰砸舌道 厉害 进来瞧瞧 眼尖大声道 好 他立刻除下了眼镜 让龙舌兰戴得看 龙舌兰一戴在脸上 两眼立时发瞪 只觉头晕脑胀 还以为遭了暗算 忙把眼镜 斜下来 要扔掉 眼尖心疼珍惜 连忙阻止 丢不得 丢了咱家 就等同 睁眼瞎了 眼尖高高兴兴地 接过来 大声道谢 龙舌兰 捂住一只左耳 我有一事 向你请教 眼尖乐意极了 大声道 你说 龙舌兰 惩慌惩恐地问 我 我只是奇怪 你说话怎么 每一句 都像跟人 破口骂架似的 眼尖有点赫然 他仗红了脸 好不容易 不小声了 那么一点点 但仍是震得店里 四周的碗碟 碑盘 碰碰作响 四周的墙壁 嗡 弹 嗡嗡作响 我小时候 是个笼子 左耳只能听三成 右耳只听一成半 所以必须大声说话 自己才听得见 后来 那人教我看 唇形变音法 我才算听不见 也瞧见 明白人家说的是什么 但这坏习惯 还是改不了 然后 他一鞠躬 大声喊道 我对不起诸位 幸好龙舌兰 一见他躬身 知他又要发话 马上无耳 这回 可是连双耳都塞住了 才没吃了个 眼前亏 但小颜可惨了 给震得 脸清纯白的 但还是能捂着心 表达出他的敬意来 阎老板好了不起 耳朵不好 但却练好了中气 眼睛不好 又发明了 这眼镜的玩意儿 阎间连忙摇手 而且还摇了摇手 不 不 他一说话 这回连小颜 也扬耳不迭 但就算把耳朵蒙上了 却仍是听得见 当真是如雷贯耳 只听眼间道 这中气 虽是我苦练常呆 可是主要还是我 受业恩师的指点有方 他老人家说话 更加洪亮 不过 眼镜 却不是我发明的 有一位姓温的 见我快要变成瞎子了 可怜我就制造了 这两片东西给我 我用几年的打造 淬炼改良 就变成了这两片薄镜 所以原先发明的人 绝对不是我 我不敢略眉 龙舌兰很喜欢这人性子 但就嫌他说话太响了 于是咕弄他 最好也发明一块生镜什么的 把你的声音 好好过滤过滤 小颜 四颜间嘴巴一搁 就放下双手 忠诚说 要是这玩意儿 可以推广开来大量制造 让每个眼镜 视力不好的人 都可以从此免忧 那该多好啊 严谦一听 大表同意 身有同感 只一拍大腿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 应该大量制造 责服大众的 孙清霞听了 也觉得非常亲切 严老板 有些壮志 那还愁不容易 把吴先生最爱搞这些吧事 你再预制他 好好跟他合作 办好此事 大量制眼镜 这种推动群众福利 责疾苍生的事 他就算不收钱 也乐此不疲呢 严间倒是一睁 八五先生 我说的不是他 孙清霞也一呆 不是温八五发明眼镜的吗 这倒起了 你说姓温的 还会有谁 严谦这才明白过来 误解从何而起了 你误会了 的确是姓温的 但却是温兄 而不是八五先生 温斯卷 孙清霞愕然道 哦 原来是温兄 严谦大声道 温兄跟八五先生不一样 他只急性急人 偶尔帮人 爱物无定 喜怒义无常 没他的同意许可 我还真不敢将他 这先创造的西式宝贝 公主于世呢 龙舌兰也抢着道 温兄这人我知道 这人爱一物 欲其水生 恶一事 欲其即死 是个颠三倒四 半颠半狂的怪胎 惹不得 也不好惹 孙清霞听了 反而力劝严谦 像这样 能一人击中的好东西 就因为个人小小私心 而不能流广于世 那岂非抱殲天物 怀思雾中 严谦听了 长叹一声 仍大声道 看来就算得罪温兄 也得要冒险干一次了 至多到时候 再跟温兄 赴京勤最好了 小颜 看他那么帅直 吸得笑了出来 我看 你不一定要让天下人 都知道是你船出去的 你店子里 人头熟 人面广 要流传出去 还不简单 你只要不需要挂上名堂 以流方百事 温兄也不易知道 你教的方子 难道他发明了遗物之后 后世人 谁都不能发明吗 严谦笑说 但还是非常大声 这小姑娘 说话好伶俐 长得野俊 却不知叫什么名字 小颜失礼道 我叫颜希 孙清霞道 你们不相识的吗 小颜姑娘 原一直就住在 布文西一带 颜坚笑着大声道 十八星山那么大 光是山里的人 说不定 也一辈子会不着 孙清霞提醒他道 他可是林叔的养女 林叔是这儿的乡长 你总不会不识吧 颜坚安了一声 这才又再好好打量 小颜希 嘖嘖地揣摩 估计道 原来是 吴老林的养女 真是长得好快 好素的呢 然后 他转向 孙清霞姐说道 我们十八星山的人 都一辈子 乐得身在此山中 不看他山好风水 所以啊 也不常到山外 去掌掌见识 连串门子也省下了 要串门子 只好请过客路人 往我家小店里伸吧 不管有钱没钱的 有面子没面子的 大爷的 还是服侍大爷的 只要来到这片小店的 都是我的上宾 然后 他指着三人 顾盼自豪 尽管他模样 长得又黑又瘦 说话又像跟人骂架似的 又似在眼前 穷打汉天雷 却时常边说话 边拖拖他脸上的眼镜片 但在他店中央那么一站 匕首画脚 却如同叱咤风云的大将军 正做王子点将 我也看得出来 我们都是落难人 且不管给什么人追 让什么人杀 只要你们来了 我这家一泊云吞 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客人 也是我眼间的一家子人 然后 他竟然沉着脸 侧着头 他摸目盯着小颜 眼色凌厉 小颜吃了一惊 龙蛇蓝便连忙 护在他身前 问 什么事 眼间怪眼一翻 又脱了脱眼镜片 这才说 这位小姑娘 似有薄衣经脉 至少有五六处阻塞不畅 是也不是 文言 龙蛇蓝一争 他可不知道 孙青霞听了也一呆 他也没看出来 颜西却腼腆地点了点头 说 我就是不听林爹爹地劝告 见十八星山的京石漂亮 跟人跑上龙头岩去采掘 结果玉京石一颗没起出 已着了寒气 回到不闻西歇了几天 也给林爹爹责备了几回 到现在 仍敢周身不适 寒热胶尖 林爹爹 还上夏文山 采了些药草回来治 说到这里 他眼圈一红 抽气了起来 可是现在 林爹爹 却已惨遭 林叔 本就是不闻西的老住民 算是那个小村落里 最有见识的人 同时也是 不闻山不闻西一带 唯一的半个公差 所谓公差 三阳县里一带 有事若要传递 就由林叔来负责 万一在不闻山不闻西 恶嘴言杀手剑那儿 有什么事故 要是不算闹得太凶 也多由林叔了 里打点算了 反正林叔那儿的老乡里 一切都好说话 且人家也大多听他说话 林叔原名吴仲林 本在张图手下任过事 相当有建树 甚至得到 知州大人张漫漫的破格提拙 只不过 吴仲林却忽然思退辞任 所持的理由居然是 我原信鲁顿 不善与人交往 这些年来 得张大人错爱 算是半途了些案子 但也做错了些事 误了些人 想来于心不安 我幸喜山水 献决灵气尽去 只想将余生 寄情于秀丽山水 折局于世 不欲再处凡尘 义无能再负重任 请诸大人建有 张漫漫见他坚持不认 也只好批准了他 结果他才寄隐不闻西边 没几年 已遭逢此变故 丧命不闻山上 所谓半个 是因为他义无为这儿的百姓 乡里办一些公务琐事 但并没有正式的明贤公职 他也坚决不受 所以只能算是半个 张图官亲自攻身 到布闻西请他出山 吴老林的说法仍是 大人好意 老朽心灵 我这下安顿下来 不管他山风景好 自家刮棚有阴凉 我正是管山管水 好过管人管事 实事自甘作见 本性如此 没办法 张图也只好没办法 由他去了 他口头上常挂着一句 不管他山好风水 自家刮棚最阴凉 言间最是心上 也常说得朗朗上口 或讲成累劲的话语 劝人欲己 自得其乐 乐归乐 可能是由于他 与吴仲林是故交 所以便对严夕特别关心 严夕是吴老爹 林书的养女 平时不常回来 严老板对他并不熟悉 但对吴老爹 可谓交易甚度 故而也特别关心小严 他一眼就看出 小严有病在身 而且还相当沉重 龙蛇兰倒是狐疑 忍不住问 你却是怎的看出来的 我跟他在一道 倒是一直没看出来 这病害了多久了 要紧吗 感情是招了什么 阴寒热毒之气吧 小严只是摇手 不打紧的 跟兰姐在一起 也好多了 龙蛇兰脆道 跟我在一起就好 但我是观世音菩萨 要是佛不成 阎西说 病已好了七八 只心里难受 说着 死又要落泪 龙蛇兰和孙青霞 自然知道 他是有感于临书之死 阎间却岔开话题说 我也一身多病 久病自成医 一看人气色 便知有无病痛 我先往育我们再会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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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似乎 似乎 这边